當年奪一份填膺啊 當年他還是綠黨的時候 那個時候藻礁的問題 因為就發生在桃園 所以呢 鄭文燦當時簽的時候 你知道 王浩宇當時還做一個動作喔 把鄭文燦簽的拿起來 扔在地上說 他根本就不可能兌現 喔 非常氣耶 王浩宇是先知嘛 對不對 他真的 可是問題是他 他說 你不用簽了啦 不用演啦 問題是他沒想到 他自己現在也是最不得性 就是這樣子啊 這一線都是為了利益嘛 什麼環保的騙軌的 什麼弱勢團體 什麼為了什麼爭民權 爭自由 都是鬼扯的 林非凡更不要講了 林非凡之前喔 你知道早在2018左右的時候 他還在那邊寫一段文章 罵說過去太陽花運動的時候 這些同伴啊 這些朋友嘛 一個一個加入民進黨啊 怎樣怎樣 尤其我就覺得這些人 我對他們很有意見 結果呢 講完他自己就加入 這是一個發出一個訊號 就是怎麼還沒來找我 沒有他的意思說 你們太遜啦 民進黨又沒跟你談好價錢 給你一個小小位置你都去 我看不起你們啊 好歹也要九萬五才能進去啊 太陽花要賣高一點啦 不能賣太低啦 他們都是代價而估的 洪森漢之前一直等啊 大家都以為哇 這個人真是堅守立場喔 都是為了環保護 綠色地球 綠色公民 環境保護喔 結果是要等到 不分區立委第一名我才要做 其他我不要喔 那陳吉仲也是一樣啊 今天蘇貞昌不是來幫他 講了一大片露露燈 在那邊捧他 說好可憐豬農之子 他不然因為豬農 那個時候不是突然出現了 那個疫情 結果他家那個破產了 破產的時候他到了當大學教授 家裡還要還債喔 然後看到高級餐廳都不敢進去吃喔 然後呢 然後他就變現在這樣了 然後他就開始賺錢了 就是因為那個時候窮啊 就是因為破產 所以現在現在滿腦袋就是關啊 滿腦袋就是想著錢啊 什麼豬農之子全部泡在腦後啊 我跟你講最佳的範例就是誰 你們家不是要有個 三級貧庫陳水扁嗎 當年不是也是一樣啊 苦哈哈很勵志啊 考上台大法律第一名啊 然後呢 然後他就A錢了 不就是這樣子而已嗎 這是民進黨的人生奮鬥過程 每個人必經的這一段 都是小的時候很勵志很辛苦 長大就來A錢 這就是你們A錢的最佳理由嗎 我跟你講 不要把台灣現在年輕人都交成 跟你們一樣垃圾 我老實說我現在你慢慢不把 快要不把你們當人看了 因為你們根本不配做人 好這個賓哥那麼氣的時候 我要來緩和一下氣氛 有AZ來抖內了 新加坡幣10塊錢 他說六七千年的藻礁 應該算是世界天然財產 希望台灣能為世界守住 你要知道 他這個抖新加坡幣 應該是新加坡人或馬來西亞人 所以國外的人 只要不看我們 他們就說這個六七千年的藻礁 希望台灣來幫他們守住 這個世界的遺產 這麼多把信用當成衛生紙用的政客 能夠如此壯大 也可以算是世界政客奇觀 我覺得從這個國外 剛剛他抖內的這個朋友的觀點 第一個你看 雖然他不是台灣人 但是他覺得這一片這麼好的地方 未來疫情如果解封之後 是不是大家可以 因為這一次的事件 如果守住的話 大家也可以去看看這麼漂亮的藻礁 這是他可能他希望的 至少把這個遺產留住 另外一個就是我們剛才講的 世界政客奇觀 你看已經被人家笑了 就是說這個把信用當衛生紙用 他講得也很好 今天我們第二個小時來的來賓 是台北市議員尤淑慧 哈囉 所以我現在就 我們在講到就是說 現在民進黨很厲害的一招 就從藻礁議題我們可以看出來 我之前的分區立委 我埋了這麼深 你知道現在用上了 就是因為這個洪生漢 他之前就是反藻礁的 可是我現在拿到官座了 王浩宇之前 大家民進黨也挺過了 雖然他被罷掉了 范雲這個女權嘛 我們很重視女權 你看在選舉的時候 我們先刷一波選票 選後之後 你有什麼任何的女權議題 范雲說的算 然後林飛凡 過去我跟他就已經 這個在太陽花的時候 大家互相合作了 然後後來進來 反黑箱的聲音也消掉了 因為我領到9萬塊了 所以我們看到 這個用人的哲學的確是 我在選舉的時候 我在用人的時候 我先來駁一波美名 可是之後我知道 我打著社運反社運 打著女權反女權 打著這個綠色綠能反綠能 就是民進黨的招數 我覺得除了這是 民進黨的招數以外 還有我們要問問這一些人 問問剛剛講的那一些人 不管是沉積重 農運 然後或者是說 王浩宇號稱綠島環保 然後洪森漢也是環保 范雲是女權 到底女權 環保 能源 這些東西真的是他們的理念 還是他們踏上政治舞台的階梯而已 用這一些來踏上政治舞台的以後 這些梯子就可以拿掉了 所以這些專家 這些過去在社運界裡面的分子 我們從今天就可以看得很清楚了 過去那一些都是他們的角色扮演而已 根本不是他們的理念 只是一個角色扮演 沒辦法我要讓民進黨看到我 我要選票啊 我要穿著漂漂亮亮的 我要穿著光鮮亮麗的出去 給人家看說我是環保分子 我是環保鬥士 可是結果等到拿到官位以後 我的目的已經到了啊 去他的環保 去他的女權 去他的這個所謂的這個農運 農民的權利 對這些人來說 這些只是利用完的夜壺丟掉就是了 他也沒有完全丟掉 只要國民黨有在這一分 這些部分犯錯的時候 他們就會跳出來了 所以這個藻礁這個問題 我們回過頭來去看 到底那邊為什麼要設一個 所謂的第三天然氣的接收站 每一次台電給我們的理由就是 如果你沒有做這個會缺電 如果你沒有做那個會缺電 這種你如果沒有做這個就會缺電的威脅 我們已經聽到不想聽了 大家還記得2018年的時候 民進黨莫名其妙也拋出一個 深澳火力發電廠 然後也是告訴我們說 如果沒有它的話什麼時候就會缺電了 甚至那個時候的賴清德 也是行政院長還瞎掰的告訴我們說 哎呀放心啊那是乾淨的煤 乾淨的煤這個世界上有乾淨的煤嗎 就跟沒有乾淨的民進黨是一樣的 不可能有乾淨的煤 結果民進黨這樣子 虎完以後 然後所有環保界一樣是不敢吭聲 這些號稱環保的人士 都不敢吭聲 到最後是選情危急了 蘇貞昌的選情危急了 又可以突然說 深澳火力發電廠不蓋了 大家知道深澳一個 投資幾百億的火力發電廠 你要經過環評 你要經過這個專家學者 你要經過預算 到底缺電或不缺電 需要蓋或不需要蓋 這種東西你可以因為選舉 你以為你會贏 我就想蓋我就蓋 結果你發現說原來我蓋的這個我會輸 我就可以說不缺電 那請問一下這個天然氣接收站是不是也是這樣呢 今天你告訴我們說要蓋啦 不蓋以後會怎麼樣 那我想請問一下如果今年年底假設有選舉的時候 民進黨又發現快要輸了 是不是又會說這個其實也可以不用蓋 缺電跟不缺電 居然變成政治人物口中的口水而已 我還記得說蔡英文總統也不過沒有多久之前 她才說台灣不缺電 台灣能源轉型的很好 台灣要發展綠電 台灣在她上任以後 這個台電的備轉率提升到百分之十幾 那請問一下 既然像你說的這麼好 我們發展綠電 我們能源轉型 我們不缺電 那為什麼我們需要去破壞生態 去搞一個這個天然氣接收站 我跟大家講 現在的台電跟政客一樣就是個騙子 現在台電告訴我們的話 都是騙人的 為什麼 我在台北市政府的時候 那時候捷運松山線要通車 台電不來威脅我們說 如果不給他蓋松湖的超高便電所 在內湖這邊 不給他蓋這個便電所 松山線沒有電可以用 無法通車